这里是梦想的舞台 也是充满惊喜的舞台 你永远猜不到下一个惊喜 会带给你怎样的震撼 你准备好了吗 你好 请问叫什么名字 请问来自于哪里 你想表演什么节目 我能驾驭 风雨雷电 看到没有 闪电 惊喜震撼 高度危险 看接下来要做 观星 这是达人有代表最成功的一次表演 你好 现在可以把面具拿下来了吗 也很酷 陈雷怕被电到 怎么称呼你 我叫卢玉龙 可能要跟观众朋友解释一下 刚刚那个电 这红色的这就是刺激线圈 然后本来它是这样白色的 绕了两千多圈在上面就变成这个样子 绕了两千多圈 是啊绕了六个小时 一条一条绕上去 是啊 所以这全部都是你做的 对 那你是在家里做 包括下面那些铜管都是用手挖的 然后很硬挖到手脱皮 这太天才了啊 多大年龄了 十六岁 十六岁一般小孩都在打电动玩具吧 他已经在做这种叫什么 电能 其实这个东西的学名叫做特斯拉线圈 它是交流店支付尼古拉特斯拉发明的 等一下等一下 我想知道为什么一个十六岁的少年 会有这么宏大的跟宏观的视野 你从小就是怪小孩吧 其实我之前是玩化学高能材料的 你玩什么化学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炸药 你做炸药 警察找你了吗 不管是警察吧 我父母在 因为他们觉得很危险 他们曾经24次的摧毁我的化学实验室 因为当时我家离学校很远 每天我跑四趟 2.4公里 然后把车费省下来 重建实验室 后来怎么会放弃的 改那个店了 因为我在07年的时候 受过一次很大的 就出过一次很大的实验事故 当时住院一年多 然后缝合了400多阵 请问一下玉龙 你受了这么多的伤 然后自己跑这么远 那么小 因为我的儿子现在9岁多 他如果要盖实验室 把自己炸成这样 你别说 我会把他给绑住 你妈妈今天有来吗 其实是有来 但是不知道躲到哪里去 妈妈是不是每天在担惊受怕 现在简直是不敢回忆 就像拍电影一样的 那个手这里整个都下来了 整个都断了 只剩下这么一点点 还是连着的 身上整个他身上 腿上这么大的一个窟窿 一共总共缝了400多针 然后做手术总共做了几十次 我带他住院的时候 我经常一个人偷偷的哭 但是我当他的面 我从来都不哭 我就鼓励他 我说儿子这不要紧一个鼠 就是这个鼠没有了 都不要紧的 我都是这样鼓励他 好吗 我就考虑他 我以后结婚了 那孩子就来帮一下什么 他说爸爸帮我做点什么 然后他的手不方便的话 他自己会多么的痛苦 如果是他妻子就来 搞一个 搬一个美气罐 他都搬不了的话 你想想他有多么的痛苦 你虽然是实验精神很强 但你把自己炸得才16岁 左手已经不能握东西 上缝400针 什么东西支持你这么做 其实我觉得 与生俱来有一种能力吧 就是会情不自禁地 被这些科学东西所吸引 就好像跟死神之类 签订了契约一样 无法抗拒他的 谁签订契约 就好像跟死神签订契约一样 所以他是科学达人 这是真正的达人 你的梦想是什么 玉龙 我的梦想是实现 尼古拉克斯拉的构想 就是在全球范围内 实现五千数点 只要我们肯去努力 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妈妈实在过去 这么多年 你都想试图改变他 没有改变 改变不然 你看他性格如此坚毅 既然你改变不了他 我相信学校也改变不了他 这种性格连世界中 都改变不了他的性格 那我们就等着他来改变世界 好 我们一起来给吧 一单的Д応迦 十三二三一一 二三一 一单一一 二三一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